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和你们说 不要以为现在的额息在英国很高 就没有机会 它是在哪里买房子 譬如我刚才说的 Trakker是4% 大部分地方在英国 除了可能Glasgow 又懂得找对的房子 所以你一个Single的Buy to Let 你一定是不值的 你可能好像我前一阵 有个投资者是说 买了在Warrington Warrington 200多千 我估计他会否租到1200磅 一个月租1000磅 他还不愿意加租 你会知道 现在租到 我租到 其实那里Gross 都是只有5个多% 你Net 哪有 他给了Letting fee 给管理费 给了Insurance 它哪有 所以这些不值 所以那里的利息 利息是高 比起一年前 但在历史上 仍然低 3%的Base Rate 這個3%令到很多地方簡單的Bite-to-Lag 我叫簡單的Bite-to-Lag 租給一家人是不合理的 有些很少的城市還會合理的 就是Glasgow 我都不太明白為何我跟投資者討論 他們買的地方好像剛才Warrington那樣 我去過Warrington Between利物浦和曼城 很小的時候 我走過購物館周圍走過 我都不太明白 這是小浮 它是要靠曼城或者利物浦 Glasgow的價錢比Glasgow更貴 租金又低於Glasgow 但還有很多香港人湧過去買 為何呢 因為they do not know better 他說 他跟我說 Glasgow的Flat是freehold的嗎 因為他不相信 是freehold的嗎 那些利率真的這麼高嗎 是啊 我真的有幫投資者買7萬多英鎊 所以他們說 租600米600宗 你自己計算一下數 OK 這些是實的 OK 現在都還可以做到 買7萬多磅的兩房的apartment 所以他就說 他就說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懂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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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英文說 對不對 她真的不懂了 這是不取一些